首先等您关注到高雄市政府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轨道建设高达1730多亿的预算是获得行政院核定通过 但是却被前台北市长郝龙斌说是无意义的建设 市长陈菊在回应市议员李博弈的质询师表示 高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争取到的建设不应该被阻挡 也呼吁高雄市民不要再沉默 共同打电话给不支持预算的立委表达心声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带来翻转高雄平衡南北差距的机会 市政府提出的轨道建设包括捷运红线延伸岗山路竹第一及第二阶段之外 还有捷运黄线环状轻轨共1730多亿 希望带动高雄市轨道建设交通运输迈向新里城 不过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却批评说 南部发展轨道建设是无意义的建设 市议员李博弈在总质询中 希望市长陈菊能提出反击 这个政府愿意照顾中南部的居民的建设可以完成 但是现在立法院还是非常的乱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所有包含到中南部 甚至其实新北市他们也有拿到300亿 不是没有 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轨道建设 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国民可以看待这件事情 还说中南部的轨道建设没有意义 这样的一个对于中南部 我认为这个中间的歧视 这个中间的不公平 我想高雄人是听不下去也吞不下去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我只要求我们高雄市民应该打电话 给所有立法院的委员 尤其是口口声声供引起出声高雄 市长陈菊说中央政府长期重北欺南 前瞻基础建设是公平正义的第一步 来因立委不应该阻挡 高雄人也不会再沉默 市议员李博弈则强调 轨道建设是长期投资 高雄地区的发展不能再被忽略 市府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目前提案通过的包括有水环境 预计投入55亿在发展风力发电的绿能建设 10亿打造亚洲新湾区数位建设 另外还有1730多亿在轨道建设 希望全体市民能共同支持 迎接高雄新风貌的来临 港督新闻李正道黄莱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